各位好 我是陈一佳 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2013年3月11日 星期一来自于会市最新的一些资讯 每月在今天对于主要的货币 包括欧元 英镑和日元 都有所走强 在今天美元却没有最新的经济数据 主要的焦点集中在 中国区方面最新的一些信息 首先是最新的CPI 出现了3.2%的增长 这是高于市场之前的预计的 另外同期公布的 还有工业生产以及零售方面的数据 虽然还在进一步的扩展 但是还是低于市场之前的预计 另外市场还在进一步的消化 上个星期五对于意大利方面 来自于会域的一个降级 可以看到欧元还在进一步的受到打击 现在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是下滑到了1.3001 而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 是攀升到了96.11 而欧元对于日元的比价 则是上涨到了125.01 根据Trading Central最新的分析来看 主要的货币对于日元的比价 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出现攀升 而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可能会一直保持在压力线之下 有一定程度的反弹 以上就是来自于会议室 最新的一些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 好